好主播五一高中生命案呢 今天死者的母親也到這個台中地檢署接受調查 那在委任律師的陪同下 經過兩個小時的偵查庭 他們已經出來了 而律師針對這個需要提出調查的部分 也做出了回應 本來我們今天是申請九項證據調查 那在檢察官的幫忙之下 我們的證據調查目前有多達十四項 那內容就是從通聯記錄到現場這個死者的傷勢 還有他內部有毒物的反應 那這些都有申請證據調查 那也想請各位民眾 如果您剛好有在今年的五月四號 經過漢溪溪路三段一百七十號的話 那您剛好是開車經過 那有行車記錄器的話 也真的很希望您能夠幫忙 然後提供給不管是我們的媒體的前輩們 或者是說提供給律師本人 或者提供給家屬都可以 因為我們非常非常需要有當時弟弟 他到底是從哪裡墜落的畫面 那律師表示呢 這個檢察官也增加到了十四項需要調查的部分 包含是這個被告下信配偶的通聯記錄 以及呢這個遺體的相關檢測都需要再更深入來調查哦 而另外呢目前他們還沒有這個高中生墜樓的相關畫面 所以他們也呼籲大家如果當時也就是五月四號有經過事發地點 並且呢是有拍到疑似相關的畫面呢 都希望大家能夠提供 來厘清整個案情真相 以上最新情形時間先交個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